字幕提供 午安您好 我是魏玉田 在今天來講 天氣方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很多民眾從一大早開始 就被雨聲給吵醒了 關鍵就在這一道封面 大概是在今天的凌晨5點鐘左右 逐漸能影響台灣 而過程當中 長出來的對流雲系 也是不斷的移近陸地 一度還看到像這樣子的煙囪雲 可以看到像這樣藍色 還有黑色 白色呢 代表對流發展是非常的旺盛 等於是大雨的製造機 而最大的時雨量來看 的確就看到了 出現在台北的南港跟五谷 都來到了70毫米 而雙北市呢 其實在山區的部分 切項署也持續發布了 栽房告警的訊息 提醒民眾要特別的注意 而在降雨的部分來說 今天白天主要是下載了 中部以北地區 而到了下半天開始 隨著封面逐漸的往南移動 當然雨區方面 就有一些的變化了 像是呢 在北部地區 大概是早上10點鐘左右 雨勢就有一些 比較明顯緩和 而到了下半天的時候呢 主要是以南部為主 可能會有一些零星 短暫陣雨到雷雨發生 時雨量有機會 來到了30到40毫米 而整體雨勢要趨緩 則是要到今天的晚上8點過後 而可以來看到呢 其實到明天的時候 週五隨著封面逐漸遠離 不過環境上水氣還是相當的多 因此呢 容易有一些的局部雨的發生的狀況 而到週末假期來說 天氣方面會是相當的穩定 但是呢 在溫度回升的同時 就要留意 台東很有可能會有分風的發生機率了 而到了下個禮拜一 又會再有一道的封面 逐漸的接近台灣 尤其要留意的是 在北台灣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的局部雨發生 而主要的關鍵 還是會落在下個禮拜二 禮拜三的時候 受到了封面影響 可以看到全台各地 降雨機會都是非常的高 有沒有可能 下到像今天這樣的雨量呢 也是無法排除 要再繼續觀察 再帶您關心各地 更詳細的天氣運報 首先來看到 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22到23度 雙北市23到24度 逃出苗地區23到27度 降雨機率來到30% 中部地區 台中28到30度 昭化南投27到30度 雲林嘉義28到30度 降雨機率來到30% 南部地區 台南29到31度 高坪29到34度 降雨機率來到20% 東半部以來24到26度 花東 25到30度 降雨機率稍微比較高 在台東可以來到80% 外島地區 連張19到21度 金門澎湖 23到29度 降雨機率可以來到40% 最後的天氣小丁寧 要來提醒大家 受到了封面影響 各地的水氣都是非常的多 上市在白天來說呢 是以中部以北容易 會有一些局部較大於是 但是到了下半天開始 南部也是有機會下雨 而在封面過後 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會稍稍地轉涼降溫 不過到了明天中午 又會再度的回溫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 歡迎收看